AI战或许来得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只是没有想到第一个吹起号角的竟然是微软 就是这个月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简单的说就是微软将从中国撤走所有AI研究项目的相关人员 这些中国员工必须在6月初全部离开中国去到美国 不去的离职给补偿 虽然微软并没有正面的回应 但是我也为了一下微软的朋友 是的下周就是最后的通牒日必须决定 为啥不能在中国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时候 微软的中国研究院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家仅次于美国实力最强的研究院 这么多年出了太多的计算机相关的人才 远的章目说就说近的 关于微软研究院出来的AI大神就有三趟的创始人汤晓鸥 还有昆仑万维的AI老大盐水城 七七八八的很多 好吧 反正这些人说出来大家也不论是 不过全部都是属于顶级的科学家级别 所以大家懂了吧这个研究院贼多人才 也确实帮中国的计算机领域培养了很多的牛人 现在要撤走最前一员的那一批了 当然也有一说是因为美国政府的要求 反正这一下下手也挺狠的 不书里亚微软就是卖卖软件和office做着游戏的 它撤走这些人影响能有多大呀 来咱们就要重新的认识一下微软了 微软市值三万亿美元 没错啊 去年就已经超过苹果成为这个地球上最贵的公司了 而且看这个架势 他们跟苹果差距还会越来越大 换个解读 中国市值最大的公司是腾讯 4500亿美元左右啊 相当于六个万腾讯才抵一个微软 而微软这么值钱至少有一万多亿 都是因为它的AI 因为呢它是OpenAI的投资人 也是最早将ChatGPT应用的公司 微软市值的飞涨 也是从二三年年初ChatGPT 横空出世以后开始的 而随着他们在自家的逼音搜索上 开始用上ChatGPT的技术之后 股价又飞了几千亿 有技术有应用 哦 还X的有钱 拖走的世界前三的AI公司 我的天哪 不是啊 苏黎爷 我印象中微软对我们挺友好的呀 哎 前几年嘛 老美封杀中国的芯片 对吧 比尔盖茨还站出来说了好话呢 都是买卖呀兄弟呀 对吧 中国这么大的市场 随便一放好啊 就好像他们的AI部门撤走 他们自己是不会正面去说这个事的 而且甚至他们在全网都在删除消息啊 只是他们好像也删不了 华尔街日报这样的消息 再给大家来看一看 这是微软官网自己的内容啊 就是今年四月份的内容 翻译下就是说 咱们的某些部门 利用AI的假账号去影响他们的选举 这个是我能评价的吗 对吧 所以你要说它友好 那是万万做不到的啊 都是骂嘛 你说这两块黄金到底谁高散呢 AI账微软是第一个 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 就好像五年前的芯片账一样 难归难不代表着我没有破局的点 还记得我前段时间说过的那个故事吗 马斯克对特斯拉的争夺账 嗯 马斯克这样的人金怎么会不给自己留一手呢 对吧 不急 他们特斯拉将在六月十三号 也就是下周进行投票 作为拥有投票权的小股东 我到时候是肯定要写的 那你说要不要去投票呢 如果你也感兴趣 来来来点点关注 我到时候继续中美AI的破局之战